我们耳根在平常应用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前显 我们平常用耳朵 第一个功能就是听 听到声音那个听 第一个功能听 那么第二个就是闻 闻就是我们听到声音 然后加入我们的心意识 这个叫闻 第三个就叫闻性 闻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美的佛性 所以各位前前这样能够了解 第一个听 第二个闻 第三个闻性 那我们作耳跟言通 选择第三个 就是闻性 不用听也不用闻 直接用闻性 这样会用吗 会不会用 就是我们在做耳根言通的时候 不要用心意识 不要用心意识 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学讲过那个心意识 我学导师有带一张 讲意过来 不知道我们这边 超词讲述有没有把它印出来 印好了 那可以发给大家 我们对心意识 我们对心意识了解的话 我们不要用它 我们在反省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心意识 心意识我们就是要了解 不是佛性本体 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 那我们作耳跟言通 一定要要用我们的那个吻性 就是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 我们要用直接就用我们的佛性 这样能够了解吗 各位可能拿回去看以后 是有看没有懂 因为也是 就是我们平常没有接近 所以比较生疏 所以佛性要详细说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 就是要用直接 用不生不昧的佛性 吻性 不要用听 不要用吻 直接用吻性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用吻性的时候 功夫就很快可以做出来 可以把我们这个佛性 跟整个虚空合在一起 可以有没有做万脸方向 没有啊 没有的话 我跟言通就做不来 那个万脸方向 以后我们一念不生 整个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 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不生不昧的佛性来做 做我跟言通 把佛性把它延伸 不住在身上 然后延伸到整个虚空 整个这个虚空 全部都是我们真心佛性 很理想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把 不生不昧的佛性 把它启发出来 这个没有办法 让它延伸 让它跟虚空 合成一体 这样虚空就叫顽空 不叫真空 那我们把佛性 一延伸到虚空以后 这个虚空就变成真空 真空妙有 我们才真正的进入 修道的轨道 很重要的 我们修了很久 之所以没有功效 就是用不对方法 我们用生命心 用世心 用世心来修道 那个不会成就 没有功夫 对我们帮助不大 那我们用不生不昧的真心来修 那个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说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用不生不昧的真心 来修不生不昧的道 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就 所以在开始这个讲 那个修主方法之前 我们要先掌握到 那个很重要的 那个我们的根源 不生不昧的真心 我们下ux